近日,综艺青春MT传出路透,来自云画的月光、李太苑Class、魔幻之音的演员们来了一场愉快的联合。 据悉,出演者在大川海水浴场经营餐车,似乎是依照剧来进行分组,实在太羡慕到场的客人,不但可以看到演员们本人还可以吃他们做的食物。 云画的月光剧组有朴宝剑、金玉珍、郑正勇、蔡秀斌、郭东岩。 李太苑Class剧组有朴旭俊、安普贤、全纳拉、刘庆秀、李周应。 魔幻之音剧组有池昌旭、崔晨恩、黄银叶、池惠元、金宝允,共15位演员出演。 李太苑Class的演员们还穿上剧中甜叶的红色制服,果然是专业餐饮团队出身的。 而云画的月光的演员们在围裙上变了月亮跟云的徽章,张内观还带着狗狗玩偶到场支持。 魔幻之音似乎是因为餐车位置的关系,路透照就比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三部电视剧的男主角都与金玉珍有关系。 金玉珍曾和朴宝剑合作《云画的月光》,也曾搭档池昌旭主演《便利店新星》。 2020年,金玉珍则与Arsam娱乐签订专属合约,与朴旭俊成为同门。 不晓得未来有没有机会看到朴旭俊与金玉珍作为主人公合作一部作品呢? 不得不说,荧幕上的池昌旭一直是帅气公子的形象,身材高挑,气质清冷, 周身透着一股说不清的贵气,让人觉得他可能是个金汤石出身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家境十分清寒。 和池昌旭一同服役的Infinite圣规曾经透露, 池昌旭哥哥小时候穷到吃饭只能撒盐。 池昌旭1987年出生于韩国荆基道,是家中的独子。 虽然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池昌旭一直都很知足。 但小学五年级时,池昌旭的父亲因病去世,他被迫开始打工,帮母亲分担家计。 虽然对于池昌旭来说,这是人生痛苦的转折点,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跟母亲的感情更加要好,一路与母亲相互扶持。 在他18岁的时候,因为长相非常的出色,便被导演所看重, 从而邀请他客串了一个名为《彩虹罗曼史》的作品。 2010年,池昌旭凭借《笑把东海中、东海一角》备受观众喜爱, 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的KBS大赏中优秀演员奖项。 不过,要说到让池昌旭爆红整个亚洲的作品, 自然是和朴敏英合作的Healer,被封为治愈夫妇的两人, 背后拥抱、擦头发都是高甜度的画面。 也因为Healer超成功的夫妻设定, 池昌旭就从那时候起成为不少粉丝心中的暖男。 虽然和一起合作的朴敏英、朴志妍都曾传出绯闻, 但池昌旭出道多年都没有公认过的交往对象。 唯一提到的理想型是一起拍过其皇后的何志愿, 并表示自己其实不在意对方的外表和职业, 最重要的是单纯能够与自己沟通的来, 满足情感上依靠的人。 池昌旭2017年时入伍, 原本在粉丝心中的暖男形象却因李胜利事件备受牵连。 2019年3月, 李胜利当老宝发起性交易的丑闻再保新瓜。 当时一个综艺节目挖出了李胜利的投资人, 一位台中的富婆林泰。 虽然节目组在放出林泰的照片时打上了马赛克, 但是却忽略了一旁的池昌旭, 所以很多人把池昌旭列为了李胜利的同伙, 让池昌旭的形象大受打击。 事后, 经纪公司表示, 那只是池昌旭和林泰的一种粉丝互动, 和李胜利方面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这个骂名才逐渐落幕。 在《爱的大都会》中, 池昌旭的角色是一名真诚而积极的建筑师朴宰员, 之声前往襄阳旅行时, 对金志元饰演的影善雅一见钟情。 在记者会上, 朴信与导演在被问到 池昌旭与金志元两人默契如何时, 坦言他们相当熟识, 关系相当好, 简直就像是兄妹一样, 自己一度忍不住担心 两人是否假戏真作。 在韩剧《魔幻之音》中, 池昌旭化身神秘魔术师李矣, 邂逅一位失去了梦想的少女, 以及一位被强迫活在别人期待之下的少年之后, 发生一连串奇幻的故事。 34岁的池昌旭在剧中呈现仿如漫画人物的完美身形, 令人再次感慨男神的动灵魅力。 不过,采访中池昌旭透露, 虽然看了很多正牌魔术师的手法, 私下反复练习, 但同时必须兼顾的事情太多, 即使过去有不少音乐剧的演出经验, 还是有点吃不消。 而且因为这部漫画原著有着相当广大的粉丝们, 也担心自己无法演出漫画中男主角的那份帅气。